我小時候媽媽就教我吃東西 什麼都要吃完 叫多少飯就吃完飯 但是當我第一次見到 這些Documentary on the Sharks 是怎樣被那些人暴獵殺死 只是Cut off the Fin 然後丟一條下去 他不是測死 就這樣慢慢折磨死 是無數那麼多條 那我就覺得這件事 就是如果God給你菲律 你是應該 你應該以為不可以 就這樣waste 和這樣torture 因為他們都是有souls 就是有feelings 這個就是我的看法 那我去年的wedding 我們都沒有offer吃刺的 那如果有小孩或者有什麼朋友 我都會盡量呼籲 是不要吃刺 你一天就整條鯊魚吃了 就不要只吃刺 那我就覺得這件事 就是人類人們 我們有責任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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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好像我這樣 不要吃刺 今天這個護沙行動 其實每一個人都可以參與 今天挺身而出 由你開始感染身邊的人 有責任的責任 如果我們有責任 是有責任 會有責任 有責任 有責任 你下我的責任